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锐勒莎碟形吸入剂的正确使用方式 锐勒莎碟形吸入剂一般用来治疗流行性感冒 使用剂量为一次2C,早晚各使用一次 一个药片及一天的药量 药罐中含5片药片,为一次疗程5天的药量 以下将介绍锐勒莎碟形吸入剂的使用方式 步骤一,移除蓝色外盖 步骤二,抓住白色滑盘,向外拉出 步骤三,轻压白色滑盘两侧直握处 将白色滑盘从吸入器本体整个拉出 从药罐中取出一片新的含药药片 放上转盘 一个药片共有4个药囊 将药片对准转盘上的4个圆孔 印刷面朝上,泡壳朝下 将放置好药片的白色滑盘 完全推回吸入器主体内 热热砂碟形吸入器装置完成 可以开始准备使用 先开半圆形上盖,直到完全垂直 前方塑胶刺针即可刺破药囊 再将半圆形上盖放平回原味 准备开始吸药 吸药前先吐一口气 尽量将气完全吐出 注意不可朝旋打碟吐气,以免药粉催落 吐气后含住吸嘴前端,并快速深呼吸 过程中,务必保持旋打碟水平 以免药粉溢出 吸气后10秒 仍维持屏息状态 让药粉停留在肺部 再恢复正常呼吸 在第一吸结束后休息一至两分 等呼吸平稳后再进行第二吸 再次吸药前,请将白色滑盘 往外拉出 但不用完全拉离吸入气本体 再将白色滑盘推回吸入气本体 将自动转置下个药囊 重复刺破药囊及吸药的步骤 即完成一次服药剂量 服药完毕后,用纸巾擦拭吸嘴 将蓝色外盖盖回原味 隔天在使用时,需更换新的含药药片 若您有药物使用的相关问题 且恰许用药咨询药师或您的医师 若对药物有任何问题 欢迎前来药物咨询台 询问药师 或拨打药物咨询桩 您的健康由我们来把关